此时唐三已经站上了第四十级阶梯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背后的衣服裂开了 血红色的八猪毛迫背而出 下面的四红猪毛支撑在地面上 稳定住他的身体 激发了外腹魂骨 无疑会令唐三自身的属性提升 他身体周围带着浓重的金色雾气 依旧没有停住脚步 继续缓慢地攀登 一圈淡淡的蓝光 在唐三脚下散开 那蓝光出现的同时 唐三竟然猛地加快了步伐 接连攀登上三级台阶 没错 那正是来自于蓝银领域的增幅 魂力高达六十八级的唐三 终于爆发出了强悍的实力 四十九五十 唐三又坚定地迈出两步 可此时他发现 自己已经寸步难行 尽管奇经八脉已通 他魂力的恢复速度远超常人 可他毕竟没有像戴木柏那样 增幅自身的魂迹 此时他体内魂力的恢复速度 已经赶不上消耗的速度 又是一道白光涌出 这一次唐三双脚连动 竟然接连登上五级台阶 杀神领域也在这强大的压迫下出现了 当蓝银领域出现的时候 唐三明显感觉到身体一轻 此时杀神领域出现 他产生了同样的感觉 就是借助领域之力 他才能再次攀登 可到了五十五级台阶时 唐三没有再继续前进 但也没有像戴木柏那样 直接被弹飞而冲 而是缓缓地 一步一步地向后退 大家都去试试 丢出这句话之后 唐三艰难地盘膝做好 直接进入了入定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